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门课里面一开始我们首先对什么是国际企业做了定义 并且来思考一下跨国的经营跟在国内的经营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 并且我们也探讨到事实上从事跨国的经营之前 一开始先从进出口然后到海外设业务代表 然后再开始直接投资 所以我们也发现如果要了解到海外的直接投资之前 首先对国际贸易要有些许的了解 所以在上一个国际贸易理论part one里面 我们就先从国际贸易理论开始 我们说明为什么厂商要到海外去 在上一个讲次的国贸理论里面 我们复习到了古典贸易理论以及新古典贸易理论 古典贸易理论最有名的就是绝对利益跟比较利益 绝对利益说我如果要到海外去的话 我一定要生产而且出口对我具绝对优势的产品 那当然在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理论里面 他假设是两国两财货 可是如果这样子的看的话 那是不是大国他一定有绝对的优势出口 而小国就没有优势了呢 所以李家图他就提出了比较利益 李家图说呢对小国来讲 如果生产两个产品对我都不利的话 没关系两害取其轻 我选择不利程度比较轻的这个产品的生产 我还是可以专业生产而且出口 那对于大国呢对我两个产品都有利 那么我是不是要生产两个呢 他说不是的 李家图说你就选择两个产品 哪一个产品有利的程度最大 就专业生产出口就好 如此大国可以出口 小国也可以出口 所以两个国家就有所谓的对等贸易了 也就是有出口也有进口 好那么既比较利益之后呢 又有两个学者叫做Hekster跟Olin这两位学者 他们是师生关系 而且他们两位都是挪威人 那么这两位学者他就提出来说要素秉赋理论 什么是要素秉赋理论呢 Hekster跟Olin呢 他们就认为因为国家的要素秉赋不同 您还记得吗 我们在上一个讲次的时候有为您介绍 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 那么贸易方向之所以有不同呢 是因为要素秉赋不同 为什么呢 因为任何一个产品它的要素的投入不同 也就是所谓的要素秉赋度不同 而每个国家又要素秉赋不同 每个国家有的是比较劳动力丰富 有的是资本比较丰富 所以呢 我在劳动力丰富的国家 我就要密集使用劳动 放在我的产品生产里面 去专业生产劳力密集材 出口劳力密集材 您还记得我们在上个礼拜的一个举例吗 比如说加拿大 加拿大它有丰富的森林资源 这是它的要素秉赋在森林资源的部分 所以呢 它要密集使用森林资源 放在比如家具还有纸浆的生产上 所以它要专业的生产家具跟纸浆 然后出口家具跟纸浆 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下并且复习一下文字上之前所提到的要素秉赋理论 要素秉赋理论是由Hector跟Olin他们所提出来的 他们认为因为生产过程当中各国的要素秉赋不同 所以用这个来说明贸易之所以不同的原因 那么继续呢 Hector Olin他又说了 因为每一种产品它所需要的要素投入成分不同 有的劳动力要多一点 有的资本的投入要多一点 所以某个特定的要素秉赋 丰富的国家 倾向于出口使用该要素叫密集的产品 就好像刚刚跟您提到的 加拿大森林资源丰富 所以要密集使用森林资源的投入并且出口 OK 好 那么之后呢 这个Hector跟Olin曾经到美国 也在世界各地发表他们的论文了 那么有一位美国人 他的名字呢 叫做Leontiff 他就听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他就想说 那我来做一个实证研究 所以呢 基于Hector Olin的理论 那这位Leontiff先生 他要做实证研究之前 一定要先根据理论去做一个假设了 所以他说呢 如果美国是个 应该是一个资本相对于劳动力丰富的国家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工资很贵 所以呢 他说呢 那美国应该是有丰富的资本 缺乏劳动力 也就是工资太高了 因为劳动力比较少了 所以工人工资就贵了 如果按照这样来推论的话呢 那么美国应该要出口资本密集财嘛 因为资本比较丰富嘛 那劳动力缺乏 所以就进口劳力密集财 所以呢 这一位Leontiff先生就开始把美国历年来的一些的进出口的资料 做了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结果呢 实证的研究结果出来 同学您认为呢 会跟HU理论的假设一样还是相反呢 结果呢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实证结果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实证结果 跟各位继继续跟各位继续今天的课程内容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今天主要的课程重点 在今天我会跟各位来说明 雷昂提夫反论 并且继续来探讨他的理由 说完了雷昂提夫反论之后 我们要进入到一个 新贸易理论的一个观点 来看新贸易理论的学者 如何来说明贸易之所以 在两国发生的原因 最后在今天我会跟各位来介绍 波特大师他所提出的 国家竞争力模式 他是整合了古典新古典 以及新贸易理论 并且加入产业分析的一个观点 来说明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之所以能够立即在市场经济上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 我们称他是Diamond Theory钻石理论 好 首先呢 让我们再一次回到雷昂提夫反论 我们说根据HO理论 美国是资本丰富国家 应该出口资本密集财 可是他的劳动力工资很贵 劳动力缺乏 所以他应该是进口劳力密集财 可是雷昂提夫的一个实证结果 发现理论的预期跟事实的结果是相反的 通常我们一般人会认为 是不是我做错了 对自己没有自信 可是雷昂提夫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 他因此而更加的努力去探究内涵的理由 并且来说明为什么这个矛盾现象之所以存在 让我们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我们继续进到 雷昂提夫反论的理由说明 在雷昂提夫反论的一个说明理由的 其中的第一个是因为美国施行贸易障碍 美国其实是一个非常商业性农业蓬勃发展的国家 所以美国的政府对于一些的农产品 其实是设有贸易障碍 也就是不希望或者是限制外国农产品 或者是一些的纺织品的进入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所以国外的劳力密集财要进到美国 自然就相对的少了 无怪乎美国是出口劳力密集财 因为美国是商业性农业 它大规模的生产 所以它不只是自给自足 它还可以出口 这是说明的第一个原因 因为美国施行贸易障碍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美国的工人 劳工技术水准非常的高 曾经在80年代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我去我的host family家 他们是一个传统的世代的农夫的一个家族 那么我们去到host family 我们看到我们的爸爸 白天架着一饮机 在大片的农田里面耕田收割 下午自己开始做木工 并且做一些的机器的维修 结果发现 其实美国的农夫 因为要架着这些的大型的机器设备 所以他十八般五一都要会 所以他们的技术其实是非常的高 而且非常的多彩多艺的 好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劳动资本化 刚刚说了 各位有看到美国的工人 可能是架着大型的义饮机在耕田 或者是在美国喷洒农药的时候 是用直升机在喷洒农药的 所以我们发现美国的农产品 其实不是像东南亚所谓的精耕的方式 并不是密集使用工人或农夫的 劳力付出的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发现美国的农产品 其实是使用大型机器 也就是美国的农产品是资本化的结果 所以我们说第三个原因是 美国的劳动力资本化 所以造成雷昂铁夫反论 第四个理由是因为美国重视研究发展 他们在很多农产品的改良 基因的改良上都非常的琢磨 好让他们能够非常有效率的 进行出耕的方式 所以第四个理由是重视研发 第五个理由就成刚刚一到四个理由 因为美国的工人他技术很好 所以他的工资当然也不便宜 那么美国使用大型的机器 所以他的农产品又是资本化的结果 美国又花了很多在农业的改良研发上 所以我们说对美国来讲 他的农产品因为工资高 所以他没办法投入太多的劳力 相对的在机器设备资本的投入 当然要相对的高 所以就美国的农产品来讲 你与其说他是劳力密集材 你还不如说他是资本密集材 所以他变成了美国的农产品是资本密集材 所以产生了生产要素的逆转 反过来说我们想一下在东南亚 比如说在越南或在过去二三十年前的台湾 因为工资便宜 所以我们夏田耕田是精耕的方式 是投入大量的劳动力 所以在东南亚国家 他的农产品是劳力密集材 而在美国是资本密集材 为什么呢 为什么产生了要素密集的逆转呢 原因之一 最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因为美国的工资比较贵 所以我们发现了 在国际市场上 哪一个国家 他的生产要素的投资报酬率比较贵的话 他就不会使用那部分的要素 转而他就使用它比较便宜的生产要素 去做生产了 好 以上就是Liantiff 他所提出来的理由说明了 所以Liantiff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 当我们发现实证跟理论不符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可以进一步去做探究的 理论当然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来思考 可是呢 如何去追溯理论里面有一些不足跟限制的地方 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 好 接下来要跟各位介绍是今天的第二个 课程的重点有关于新贸易理论 在新贸易理论里面呢 第一个要跟各位介绍的是优先寡占的优势 优先寡占优势 首先是由Krugman他所提出来的 他的内容是说呢 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 只容许少数的厂商或企业 他们存在 达到经济规模的生产 那如此来讲呢 这些的寡占的厂商才可以获利 也就是不是达到完全竞争了 完全竞争就没有什么获利的一个利润可言了 因此谁 哪一个企业只要优先把他的产品呢 行销到这个特定国家的市场 就可以握有优先寡占的机会了 才可以去先去分那个大饼 我们一般俗语说 大家先来分大饼 才有利润可言 那么可是呢 这样子的一个理论呢 当然他有他的贡献 最重要的贡献 他说怎样 手脚要快 谁能够优先 谁能够掌握先机 谁就可以有寡占的优势 所以优先寡占优势理论 最主要的贡献 强调企业家的精神 企业家要把握机运 企业家要能够创新 而不是在传统的生产要素上面 去做一些的琢磨 如此呢 当然生产要素很重要 可是如果再加上企业家的精神 那么对外贸易才会更成功 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理论背景之下 也有他不足的地方 他呢 跟过去他强调的 不再是只是供给面 他是从需求面 OK 那么这个需求面呢 就是说海外有这个市场 在海外市场还没有饱和的情况之下 优先进入市场的厂商 当然你就有多一点的机会 把自己的产品跟品牌 揭露给当地的消费者认知 可是问题又来了 这个什么样的市场呢 是不是海外任何一个市场都可以呢 似乎优先寡战理论 他并没有说明 他也没有说明 我如何去分析海外的市场 是不是是寡战 还是独战 还是完全竞争 那么寡战里面是多数寡战 还是少数寡战 似乎呢 Krugman对这方面呢 并没有进一步的去做探讨跟说明 好 第二个要跟各位介绍的新贸易理论 叫做偏好相似理论 在偏好相似理论呢 比较有名的就是Linder 他所提出来的 那么所谓的偏好相似 就是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了 也就是当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他们的经济发展程度越相近 人民的生活水平呢 也会比较靠近 所得也会比较接近 当然需求偏好也会倾向于相同 对于产品需求的品质跟类别 当然就会比较接近了 那当然了彼此国跟国之间的贸易量也会因此而扩大了 在这样子的一个偏好需求理论 它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从需求 从消费者的角度 正是以消费者的角度 以市场的角度来说明贸易之所以发生的原因 并且呢它适合来说明为什么世界上很多的贸易量呢 首先都是发生在先进国家跟先进国家之间 因为这两个已开发国家呢 他们的生活水平跟消费者的偏好是比较相似的 有关于偏好相似理论的限制呢 最重要的限制就是说 它只能说明哪些的产品 在哪些的国家之间产生了贸易 似乎它对整个的产业里面的贸易的形态 也就是进出口产品的类别 似乎也没有再进一步的说明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引发出大家想要对整个的产业 对于需求 对于供给 还有产业面希望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这个时候呢 博德大师就提出他的钻石理论了 我们休息一会儿 待会为您介绍钻石理论 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是钻石理论 提出钻石理论的是 各位所熟悉的Michael Porter 我们称他为策略大师 博德先生 博德先生呢 曾经在80年的时候 他履行了十来个国家 拜访了一百多家的企业 他到过法国 他发现 为什么法国 他的一个时尚流行 是举世文明 他也到了德国 发现只要人家讲到汽车 马上就想到德国 他也到了日本 他也到了瑞士 他到了十多个国家 拜访了一百多家的企业 回到美国之后 他就把他的所见所闻 以及他所记录下来 所探索下来的一些事情 把他放在一个理论模型架构里面 他发现了 其实企业跟产业息息相关 而产业跟国家的竞争力 又是息息相关 所以他就把他的钻石理论 也称为国家竞争力理论 一个国家之所以有竞争力 主要的元素就是在这个架构里面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波特的国家竞争力模式 又称为钻石理论 刚刚说了 所谓的产业竞争力 它必须符合以下的两个条件 这是波特所观察的结果 第一个他说了 如果这个产业在这个国家具有竞争力的话 那么这个产业呢 必须首先在他的母国有持续性的出口 出口之后呢 第二 这个产业呢 才会开始对海外进行所谓的直接投资 而且呢 他在国外呢 所仰赖的竞争优势 必须是直击于母国 也就是有母国的供给需求 而从这个地方开始出发的 如果想要进一步的了解 那我们就非得看一下波特的钻石理论的架构 各位您可以看一下课本 或者看我们画面上的钻石理论 各位对他应该不会太陌生 对很多同学来讲 这只不过好像是一个四边形理论 可是为什么称它是钻石理论呢 待会儿会为您解释 看到一个图 周老师说先看它的横轴跟纵轴 首先我们来看横轴 横轴的左边 我们看到的是要素状况 在古典贸易理论以及要素禀赋理论 都有提到生产要素 什么是要素状况呢 在一个国家里面要素它的内容包含什么呢 我们可以发现要素状况包含这个国家的人力资源 实体的资源 比如天然资源或者是土地 天气的状况 知识的资源 比如它的专利 它的技术科学家的一个专业发明 以及它的地理区位 它所处的交通要道是不是两个国家贸易的必经之地 还有它的资本资源 它的资本市场是不是健全 甚至于是它的基础建设交通医疗系统是不是完备 这些就是在古典贸易理论以及新古典贸易理论所提到的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 如果要这个国家的产业具有竞争力 第一个最重要的回到这个国家本国的生产要素 去了解它的要素状况 可是我们说了 恒州里面除了要素状况之外 另外一个跟它相对而且平衡的就是需求状况 需求就是从市场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 我们发现当这个国家 它在国内的特定的商品或特定的产品 具有某项竞争力或国际竞争力的时候 一定是这个产品在它的本国国内也是受到非常的欢迎 所以当一开始的时候本国国内的市场大 消费者需求高 所以呢国内有市场 所以本土的厂商愿意投资去生产 当产能渐渐扩充的时候 不只是生产来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 而且可以出口到海外去 那么对于一个国家的市场的需求状况 波特特别提出来 他特别提出向日本 为什么日本的产品在国际上是以精致品质好而著称 波特特别说了 主要是因为日本的国民 日本的消费者对他们本国的产品要求非常的高 所以呢在后面好像一个推力 把日本的制造商呢 把他们呢就是因为消费者要求 所以制造商呢不得不去生产品质好 而且精致的产品来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 当国内消费者的需求满足之后 当然在国际市场上也能够满足海外消费者的需求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需求状况了 好第三个那我们就来看 纵轴也就是歪轴 首先我们看歪轴的下方 这个呢就是跟产业的价值链相关了 在这个纵轴呢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相关跟支援产业 所谓的相关跟支援产业 指的就是这个国家里面的特定产业 里面一些的价值链彼此之间的关系 这个价值链呢可能呢是一个公司 其他的相关的卫星厂商或者是他的供应商 或者是中间商形成了一个供应链或者是价值链 他们彼此互相的共同研发运输 彼此提供对方所需要的原物料 或者是中间性的零组件等等 所以彼此之间就好像一个很密的网 那这些的网呢交织在一起 大家分工合作 共融共利 那么形成一个绵密的利害关系 当然在纵轴的最上方 我们称为是公司策略 结构以及产业内的竞争者 波特大师他提出来的竞争策略 他说策略改变 组织架构也要跟着改变 可是策略因何而改变呢 策略因着环境的改变 尤其是环境里面的竞争对手的策略 所以我因着竞争对手 而我来随时适时的来调整我的策略 所以在波特大师的钻石理论里面的最上方 也就是钻石最闪亮的这个要素 他提出了重要的是公司的策略结构 以及产业内的竞争者 彼此之间的相互的关系 相互的影响 在这样子的一个结构过程当中 波特再一次的提出来 当这个国家的要素以及需求 也就是市场里面的供给跟需求状况兼顾之后 更要注意到整个产业里面 产业内的一个价值链的关系 彼此分工合作 还有产业内的厂商 他们自己要有彼此的竞争策略 以及配合的架构 如此这样子的一个产业 在这个国家就具有国家的竞争力 当然波特又加了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让这个钻石理论非常强固 兼顾的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政府的政策 所谓的政府的政策 他说了政府尤其要投资在哪里 并不是要很多的干预 而是政府要在教育的预算 提升国民的素质教育水准 或者是政府要放宽信用贷款 订定市场的公平交易 比如订定公平交易法 鼓励公司的成立创业 有助于提升于 整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 当然第二个重要的因素 除了政府的政策之外 就是所谓的机遇了 有一些的机遇 比如科技的突破 有破坏性的创新 或者是不幸的 有一些的灾难或发生战争 都会让这个国家的产业 碰到一些的转变 这就是波特大师所提出来的 产业竞争力模式 也就是钻石理论 当然这个钻石理论 更代表了这个国家的竞争力 好 您还记得 在上一个讲次里面 我们说了 当讲到汽车 马上会联想到德国 想到流行时尚 想到法国的巴黎 想到手表 我们想到瑞士 那么如果想到台湾 台湾有什么的产业竞争力呢 台湾的国家竞争力 又直接在哪一个产业上呢 对 在上个讲次里面 为各位介绍的是 自行车产业 您还记得那个案例吗 我们再一次的 把波特大师的钻石理论 我们再来检视 我们的脚踏车产业 我们发现在脚踏车产业里面 我们有什么要素状况 对 我们土地资源其实不够多 资本在刚二次世界大战悲情过后 也没有很强壮 也没有很雄厚 那么在于人力上 对 在三个都不利的环境之下 比较有利的就是我们有 勤劳朴实的劳工 在需求状况 因为刚开始 很多的国人呢 都是用脚踏车来代步 所以造就了有国内的自行车厂商 愿意来生产 重要的是 这些的厂商彼此之间 碰到了国际竞争力 又紧密地联合在一起 形成了所谓的A-Team 当然要归功于带头带队的 比如有巨大 还有美利达这些的公司 所以他们不断地在研发 彼此之间关系越来越密切 而造就了我们台湾的 自行车产业竞争力 我们真的期待台湾的产业 除了自行车之外 还有更多的产业 为台湾在国际上 有更多的一个竞争优势 把我们台湾带到国际市场上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英文文法